赠知人之子的真主之名,众人啊,你们当敬畏你们的主,他从一个人创造你们,他把那个人的配偶造成与他同类的,并且从他们俩创造许多男人和女人,你们当敬畏真主,你们常常假借他的名义而要求相互权利的主,当宗重血亲,真主却是监察你们的。 你们应当把孤儿的财产还给他们,不要以恶劣的财产换取加美的财产,也不要把他们的财产定入你们的财产而加以痛食,这却是大罪。 如果你们恐怕不能公平地对待孤儿,那么你们可以责取你们爱悦的女人,各取两期,三期,四期。 如果你们恐怕不能公平地待遇他们,那么你们只可以各取一期,或以你们的女奴为满足,这是更敬于公平的。 你们应当把妇女的庆意当作赠品交给他们,如果他们心甘情愿地把一部分庆意让给你们,那么你们可以乐意地加以接受和享用。 你们的财产本是真主给你们用来维持生计的,你们不要把它交给余颜。 你们当以财产的利用供给他们衣食,你们当对他们说温和的一言,你们当誓言孤儿,直到他们达到适逢年龄。 当你们看见他们能处理财产的时候,应当把他们的财产交还他们,不要在他们还没有长大的时候,赶快地浪费地消耗掉他们的财产。 富裕的监护人应当连结自治,贫穷的监护人可以取合理的费用。 你们把他们的财产还给他们的时候,应当请人作证,真主足为观察者。 男子得享受父母和至亲所依财产的一部分,女子也得享受父母和至亲所依财产的一部分,无论他们所依财产多寡,个人应当得到法定的部分。 新产的时候如有亲戚,孤儿平民在场,你们当于一部分遗产周及他们,并对他们说温和的语言。 假若自己遗留下幼弱的后裔,自己就会为他们而忧虑,这等人应当也为别人的孤儿而忧虑,应当敬畏真主,应当对临终的病人说正当的话。 新童孤儿的财产的人只是把火通在了自己的肚腹里,他们将入烈火之中。 真主为你们的子女而命令你们,一个男子得两个女子的分子,如果亡人有两个以上的分子,那么他们中共得遗产的三分之二。 如果只有一个女子,那么他得二分之一。 如果亡人有子女,那么亡人的父母各得遗产的六分之一。 如果他没有子女,只有父母继承遗产,那么他母亲得三分之一。 如果他有几个兄弟姐妹,那么他母亲得六分之一。 这种分配需在交付亡人所主的遗赠或经常亡人所欠的债务之后,你们的父亲,母亲和子女,谁对于你们更是有披意的,你们不知道。 这是从真主降世的定制,真主却是全知的,却是智瑞的。 如果你们的妻室没有子女,那么你们得受他们的遗产的二分之一。 如果他们有子女,那么你们得受他们遗产的四分之一。 这种分配需在交付亡人所主的遗赠或经常亡人所欠的债务之后。 如果你们没有子女,那么你们的妻室得你们遗产的四分之一。 如果你们有子女,那么他们得你们遗产的八分之一。 这种分配需在交付亡人所主的遗赠或经常亡人所欠的债务之后。 如果被继承的男子或女子上无父母,下无子女,只有同父异母的一个兄弟和一个姐妹,那么他和他各的遗产的六分之一。 如果被继承者中有同父异母的更多的兄弟姐妹,那么他们和他们中分遗产的三分之一。 这种分配需在交付亡人所主的遗嘱或偿心亡人所欠的债务之后。 但留遗嘱的时候,不得妨害继承人的权利。 这是从真主发出的命令,真主是全知的,是智荣的。 这些是真主的法度。 谁服从真主和使者,真主将使谁入那夏林祝和的乐园而永聚其中。 这是伟大的成功。 谁违抗真主和使者并超越他的法度,真主将使谁入火域而永聚其中。 他将受凌辱的刑罚。 你们的妇女若做丑事,你们当在你们的男人当中,寻求赐个人做见证。 如果他们已做见证,你们就应当把他们拘留在家里,直到他们死亡,或真主为他们开辟一条出路。 你们的男人若做丑事,你们应当责备他们俩。 如果他们俩会罪自欣,你们就应当原谅他们俩。 真主却是智赦的,却是智词的。 真主指摄诱无知而作恶,不久就毁罪的人。 责的人真主将摄诱他们,真主是全知的,是智瑞的。 终身作恶,临死才说,现在我已毁罪的人,不门赦免。 临死还不信道的人,也不门摄诱。 这等人,我已为他们预备了痛苦的刑罚。 信道的人们啊,你们不得抢占妇女当作遗产,也不得压迫他们。 以便你们收回你们所给他们的一部分庆意,除非他们做了明显的丑事。 你们当善待他们,如果你们厌恶他们,那么你们当忍受他们。 因为,或许你们厌恶一件事,而真主在那件事中安置了许多福利。 如果你们修一个七世,而另起一个七世,即使你们已经给过前妻一千两黄金,你们也不要取回一丝毫。 难道你们要加以误蔑和亏望地把它取回吗? 你们怎能把它取回呢? 你们既以同传共振,而且他们与你们必接过一个坚实的盟约。 你们不要娶你们的父亲娶过的妇女,但以往的不受惩罚。 这却是一件丑事,却是一种可恨的行为,这种习俗真恶劣。 真主严谨你们娶你们的父亲,女儿,姐妹,姑母,姨母,侄女,外甥女,如母,同如姐妹,岳母,以及你们所抚育的妻女。 这你们曾与他们的母亲同房的。 如果你们与他们的母亲没有同房,那么你们无妨娶她们。 曾主还严谨你们娶你们亲生儿子的媳妇,和同时娶两姐妹,但以往的不受惩罚。 曾主却是致设的,却是致辞的。 他又严谨你们娶有丈夫的妇女,但你们所管辖的妇女除外。 曾主以此为你们的定制。 除此以外,一切妇女对于你们是合法的,你们可以借自己的财产而母与妇女结合。 但你们应当是真结的,不可是应当的。 基于你们成婚的妇女,你们应当把以决定的聘议交给她们。 既决定聘议之后,你们双方同意的是,对于你们俩毫无罪过。 曾主却是全知的,却是智瑞的。 你们当中在能力方面,谁不能娶信道的自由女,就可以娶教友所管辖的信道的奴婢。 真主是知道你们的信仰的,你们彼此是同教的,故你们取得他们的主人的许可后,可取他们为妻事。 你们应当把他们的聘议照列交给他们,但他们应当是真结的,不可是应当的,也不可是有情人的。 他们计婚之后,如果做了丑事,那么他们应受自由女所应受的惩罚的一半。 这是特许你们中唯恐陷于奸淫的人规定的。 你们能奸忍,对于你们是更好的,真主是智赦的,是智慈的。 真主欲为你们残名礼仪,并指示你们鲜明的法成,却受佑你们,真主是全智的,是智瑞的。 真主欲受佑你们,而顺从私欲者,却欲你们违背真理。 真主欲减轻你们的负担,人是被造成懦弱的。 信道的人们啊,你们不要借诈述而亲通别人的财产,为借双方同意的交易,而获得的除外。 你们不要自杀,真主却是怜悯你们的。 谁为过分和不义而犯此严禁,我要把谁投入火域,这对于真主是容易的。 如果你们远离你们所尽的一切大罪,我就奢佑你们的一切罪过,并使你们得入一个尊贵的境地。 真主使你们互相超越,你们当安分守己,不要妄议非分,男人将因他们的行为而受报酬,妇女也将因他们的行为而受报酬。 你们应当祈求真主把他的恩惠赏赐你们。 真主却是全知万物的,我为男女所仪的每一份财产而规定继承人。 但父母和至今,以及你们团与他们递接婚约的人,你们应当把这些继承人的因计份额交给他们,真主却是见证万物的。 男人是维护妇女的,因为真主使他们比他们更优越,又因他们所费的财产。 行书的女子是服从的,是借真主的保佑而保守隐微的。 你们怕他们质拗的妇女,你们可以劝戒她们,可以和她们同闯异备,可以打她们。 如果她们服从你们,那么你们不要再想办法欺负她们。 真主却是至宗的,却是至大的。 如果你们怕夫妻补牧,那么你们当从他们俩的亲戚中,各推举一个公正人。 如果两个公正人欲加以和解,那么真主必是夫妻和睦。 真主却是全知的,却是彻知的。 你们当崇拜真主,不要以任何武配她。 当孝敬父母,当优待亲戚,当怜悯孤儿,当旧级平民,当亲爱亲邻,远邻和伴侣。 当款待旅客,当宽待奴仆,真主的确不嫌傲慢的,淫垮的人。 他们中有自己吝啰,并教人吝啬,却隐晦真主所赐他们的恩惠的人。 我已为他们,这等人,不信道的人,预备了凌辱的心法。 他们中有为孤明而施舍财产的,他们不信真主,也不信末日,谁以恶魔为伴侣,谁的伴侣真恶劣。 他们确信真主和末日,并分舍真主所赐给他们的财物。 这对于他们有什么妨害呢?真主是全知他们的。 真主必不亏望一个人一丝好。 如果仍有一丝好善功,他要加倍地酬劳他,并且以他那里重大的报酬赏赐他。 当我从每个民族中招来一个见证,并招你来作证这本人的时候, 他们的形状将怎样呢? 不信道,而且违抗使者的人,在那日将希望自己永远埋没在地下, 他们不能隐瞒真主任何一句话。 信道的人吗?你们在酒醉的时候不要礼拜, 直到你们知道自己所说的是什么话。 除了过路的人以外,在不觉的时候不要入礼拜殿,直到你们沐浴。 如果你们有病或旅行或入侧或信交而得不到水, 那么你们可去向清洁的地面而摸你们的手和脸。 真主却是智树的,却是智赦的。 你没有看见吗? 曾受一部分天经的人以正道换取迷雾,并且希望你们迷失正道。 真主是知道你们的敌人的,真主足为保佑者,真主足为援助者。 犹太教徒中,有一群人篡改经文,他们说,我们听而不从,愿你听而不闻。 来因啊,这是因为他们巧言谩骂诽谤正教。 假如他们说,我们既听皆从。 你听吧,温朱尔那,这对他们是更好的,是更正的。 但真主因他们不信道而弃绝他们,但他们除少数人外,都不信道。 承受天经的人啊,我将使许多面目改变而转向后方,或弃绝他们如弃绝犯安息日的人那样。 在这件事之前,你们应当信我所降世的心经,这部心经能正是你们所有的古今。 真主的判决是要被执行的。 真主必不奢佑以物佩主的罪恶,他为自己所抑郁的人,而奢佑比这差一等的罪过。 谁以物佩主,谁已犯大罪了? 难道你没有看见自称清白的人吗? 不然,真主使他所抑郁的人清白,他们不受一丝毫的亏望。 你看,他们怎样假借真主的名义而造谣,这足以为明白的罪恶。 难道你没有看见吗? 承受一部分天经的人,确信偶像和恶魔,他们指着不信道的人们说,这等人的道路比信道者还要正当些。 这等人是真主所弃绝的,真主弃绝谁,你绝不能为谁发现任何冤注者。 难道他们有一部分国权吗? 假如他们有,他们不给别人一丝毫,难道他们嫉妒别人享受真主所赐的恩惠吗? 我却一赏赐伊布拉辛的后裔天经和智慧,又赏赐他们一个广大的国土。 他们中有确信他的,有拒绝他的,火运是足以惩治的。 不信我的迹象的人,我必定使他们入火狱。 每当他们的皮肤烧焦的时候,我另换一套皮肤给他们,以便他们尝试刑法。 真主是万能的,是智锐的。 信道而且行善者,我将使他们入那夏令祝贺的乐园而永居其中。 他们在乐园里有纯洁的配偶,我将使他们入于永恒的气因中。 真主的确命令你们,把一切受信托的事物交给英寿的人,真主又命令你们替众人判决的时候,要秉公判决。 真主用来劝调你们的事物真优美,真主却是全聪的,却是全民的。 信道的人们啊,你们当服从真主,应当服从使者和你们中的主事人。 如果你们为一件事情而争执,你们使那件事情归真主和使者判决。 如果你们确信真主和末日的话,这对于你们是有很多批译的,是结果更美的。 难道你没有看见吗?自称确信将士给你的经典和在你以前将士经典的人,遇下魔鬼起诉。 同时,他们以奉命不要信仰他,而恶魔却遇使他们深入迷雾。 有人对他们说,你们来向真主和使者起诉吧,你会看到伪信者回避你。 因为曾经犯了罪而遭遇灾难,然后他们会见你,而向真主发誓说,我们只图亲善和和解。 在那时,你将怎么办呢? 这的人是真主知道他们的心事的,故你当宽恕他们,当劝记他们,当对他们说惊心动魄的话。 我派遣使者,只为要人奉真主的命令而服从他。 他们自欺的时候,假若他们来见你,而且向真主求饶,使者也替他们求饶,那么他们必发现真主是制舍的,是制辞的。 只你的主发是,他们不信道,直到他们请你判决他们之间的纷争,而他们的心里对你的判决毫无戒递,而且他们完全送福。 假若我命令他们说,你们自杀我离乡吧,他们除少数人外,都不踪命。 假若他们踪从自己所受的劝记,那对于他们必定是批译更多的,使他们的信仰更加坚定的。 如果那样,我必定赏赐他们从我那里发出的重大的报酬,我必定引他们一条正路。 反复从真主和使者的人,都与真主所孤佑的纵天时忠信的人,成都的人,善良的人同在,这的人是很好的伙伴。 这是从真主发出的恩惠,真主足以为全知者。 信道的人嘛,你们当有戒备,故当部分动员,或全体动员,你们中的确有人逗留在后方。 如果你们遭遇灾难,他们就说真主已孤佑我,因为我没有从他们在前方。 如果从真主发出的恩惠降临你们,他必定说,在他们和他之间好像没有一点友谊一样。 但愿我曾与他们同在前方而获得伟大的成功。 以后世生活出卖今世生活的人,教他们为主道而战吧。 谁为主道而战,以杀神成人或杀敌治国,我将赏赐谁,重大的报酬。 你们怎么不为保护主道和解救老弱富佑而抗战呢? 他们常说,我们的主啊,求你从这个虐名所积的城市把我们救出去,求你从你那里为我们委派一个保护者,求你从你那里为我们委派一个援助者。 信道者为主道而战,不信道者为魔道而战,故你们当对恶魔的党羽作战,恶魔的计划却是脆弱的。 难道你们有看见吗? 有人曾对他们说,你们当置之自己的武力,当谨守败功,当玩纳天客。 当真主以抗战为他们的定制的时候,他们中有一部分人畏惧敌人,犹如畏惧真主乃至更加畏惧。 他们说,我们的主啊,你为什么以抗战为我们的定制呢? 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延迟到一个临近的日期呢? 你说,今世的享受是些微的,后世的报酬对于敬畏者是更好的,你们不受一丝毫亏望。 你们无论在什么地方,死亡总是要追击你们,即使你们在高大的堡垒里,如果他们获得福利,他们就说这是真主所降之的,如果他们遭遇祸患,他们就说这是你所招致的。 你说,祸福都是真主所降的,这些民众怎么一句话也听不懂呢? 凡你们所享受的福利都是真主降之的,凡你们所遭的祸患都是你们自讨的。 我派遣你以使者的资格去教化众人,真主足为见证。 谁服从使者,谁却服从了真主。 谁违背使者,你不要管谁,因为我没有派你做他们的监护者,他们说宗民。 当他们从你面前出去的时候,他们中一部分人就阴谋变更他们所说的话,真主是要记录他们的阴谋的。 故你当宽恕他们,当信托真主,真主足为受作者。 难道他们没有研究过蓝金吗? 假如他不是真主所降世的,那么他们必定发现有许多差别。 当安全或恐怖的消息到达他们的时候,他们就加以传播。 假如他们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使者和他们中主事的人,那么他们中推理的人必定知道如何应付。 假如没有真主所赐你们的恩惠和慈恩,那么他们除少数人外都已经送从魔鬼了。 你们当为主道而抗战,你只负自己行为的责任,你当鼓励信使们努力抗战,也许真主阻止不信道者的战斗。 真主的权力是更强大的,他的惩罚是更严厉的。 谁赞助善事,谁得一份善报,谁赞助恶事,谁受一份恶报。 真主对于万事是全能的。 有人以助词祝贺你们的时候,你们当以更好的助词祝贺他,或以同样的助词回答他,真主却是坚查万物的。 真主除他外,绝无应受崇拜的,在毫无意义的复活日必计合你们。 言辞方面,谁比真主更诚实呢? 你们怎么因诈为者而分为两派呢? 同时,真主以为他们的阴谋,而是他们道行逆施了。 真主已使他们迷雾了,难道你们还想引导他们吗? 真主是谁迷雾,你绝不能替谁发现一条归正的道路。 他们希望你们像他们一样不信道,而你们与他们同为一党。 故你们不可以以他们为门友,直到他们为主道而迁徙。 如果他们违背正道,那么你们在哪里发现他们,就在哪里捕杀他们。 你们不要以他们为盟友,也不要以他们为援助者。 除非他们跑到曾与你们帝约的民众那里,或来归寿你们。 既不愿对你们作战,又不愿对你们的宗教作战。 假若真主已遇,他必使他们占优势,而他们必进攻你们。 如果你们退避他们,而不进攻他们,并且投降你们。 那么,真主绝不允许你们进攻他们。 你们将发现别的许多人,想从你们获得安全,也想从他们的宗祖获得安全。 他们每分被遭遇迫害,他们就冒昧地参加。 如果他们不退避你们,不投降你们,不停止作战,那么,你们在哪里发现他们,就在哪里捕杀他们。 这等人,对于制裁他们,我已经把一个名证授予你们了。 信誓不至于杀害信誓,除非是误杀。 谁误杀一个信誓,谁当释放一个信道的努力,并以血缘交付实亲。 除非他们自愿让语。 被杀的信誓,如果他的宗族是你们的敌人,那么,凶手应当释放一个信道的努力。 如果被杀者的宗族是你们的盟友,那么,凶手应当以血缘交付实亲,并释放一个信道的努力。 谁不能释放努力,谁当连续分斋两月。 这是因为真主终续,他悔过自心。 真主是全知的,是智瑞的。 谁故意杀害一个信誓,谁要受火欲的报酬,而永居其中,却受真主的弃绝和浅怒。 真主以为他预备了重大的警法。 信道的人们啊,当你们为主道而出征的时候,你们当事事谨慎,你们不要像对你们表示和平的人说,你不是信誓。 你们欲图今世生活的福利,但在真主那里有丰富的福利。 以前,你们是像那样的,但真主施恩于你们,故你们应当事事谨慎。 真主却是撤知你们的行为的。 没有团机而安坐着家中的信誓,与凭借自己的财产和生命为主道而奋斗的信誓,彼此是不相等的。 借自己的财产和生命而奋斗的人,真主是他们超过做安坐家中的人一级。 真主允许这等人要受最优厚的报酬。 除安坐者所说的报酬外,真主加赐奋斗的人一种重大的报酬。 从真主发出的许多品质、奢诱和词汇,真主是制赦的,是制辞的。 在自欺的情况下,纵天使使其死亡的人纵天使必定问他们说,生前你们是在什么情况下呢? 他们说,我们在地方上被人欺负。 他们说,难道真主的大地不是宽阔的能容你们迁徙吗? 这等人的归宿是火运,是一个恶劣的归宿。 为老弱和夫主,他们既无力迁徙,又不认识道路。 这等人,真主或许饶恕他们,真主是制输的,是制赦的。 却为主道而迁徙,却在大地上发现许多出路和丰富的裁员。 唯从家中出走,欲监制真主和使者那里而中途死亡。 真主必报仇谁,真主是制赦的,是制辞的。 当你们在大地上旅行的时候,缩短败宫对于你们是无罪的。 如果你们恐怕不信道者迫害你们,不信道者却是你们明显的仇敌。 当你在他们之间,而你预带领他们礼拜的时候,教他们中的一队人,同你立正,并教他们携带武器。 当他们礼拜的时候,叫另一队人防守在你们后面,然后教还没有礼拜的那一队人,同你礼拜,教他们也谨慎戒备并携带武器。 不信道的人,希望你们疏忽你们的武器和物资而沉寂击你们。 如果你们为于雨水或者疾病而感觉泛滥,那么放下武器,对于你们是无罪的。 你们当谨慎戒备,真主却以为不信道的人而预备了凌辱的惩罚。 当你们完成拜公的时候,你们当站着坐着,躺着,纪念真主。 当你们安眠的时候,你们当遵守拜公。 拜公对于信誓却是定时的义务。 你们对于追逐敌人不要怠慢。 如果你们感到痛苦,那么他们却是像你们一样感到痛苦的。 你们希望从真主那里获得他们所不希望的报酬。 真主是全知的,是智瑞的。 我去将是你包含真理的经典,以便你去真主所昭示你的律劣而替众人判决。 你不要替奸人做辩护人。 你当算真主求饶,真主是制赦的,是智词的。 你不要替自欺者辩护,真主的确不喜爱,奸诈的犯罪者。 他们躲避世人,而不躲避真主。 其实当他们策划真主所不喜悦的计谋的时候,真主是与他们同在的。 真主是周知他们的行为的。 你们这些人啊,今世的生活中,你们替他们辩护,复活日,谁替他们辩护呢? 你做他们的监护者呢? 谁作恶,或自欺,然后向真主求饶,谁将发现真主是制赦的,是智词的。 谁犯罪,谁自食恶过。 真主是全知的,是智瑞的。 谁犯过,或犯罪。 然后,以这种罪过污蔑无辜者,谁却负诽谤和明显的罪恶的责任。 假若没有真主赐给你恩惠和慈恩,那么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必欲使你迷雾。 他们只能使自己迷雾,他们不能伤害你一丝毫。 真主将使你天经和智慧,便于你所不知道的礼仪。 教导你,真主赐你的恩典是重大的。 他们的秘密谈话大半是无意的,劝人失守,或劝人行善,或劝人和解者,他们的秘密谈话除外。 谁为求真主的喜悦而做此事,我将赏赐谁重大的报酬。 谁在认清正道之后反对使者,而踪神非信使的道路。 我便听谁自便,并使他入火狱之中。 那是一个恶劣的归宿。 真主必不说又以物配主的罪恶,他为自己所依据的人说又比这差一等的罪阔。 谁以物配主,谁已深陷迷雾了。 除真主外,他们只祈祷女神,只祈祷无善的恶魔,愿真主弃绝他。 他说,我必定要从你们的仆人中占有一定的数量,我必使他们迷雾,并使他们妄想,并命令他们割裂身序的耳朵,并命令他们变更真主所造物。 谁者真主而以恶魔为主宰,谁却已遭受明显的亏损。 他应许他们,并使他们妄想,恶魔只为诱惑而应许他们,这能人的归宿是火狱,他们无处逃避。 信道而些行善者,我将使他们入于那夏临祝贺的乐园而允殖其中。 真主的应许是真实的,言语方面,谁比真主更诚实呢? 他的应许不是借你们的妄想可以获得的,也不是凭借天经者的妄想可以获得的。 谁作恶,谁受恶报,除真主外,他不能为自己找到任何保护者和任何援助者。 信誓和信誉,谁行善,谁得入乐园,他们不受自豪的亏望。 全体归送真主且乐善靠世,并宗守从政的伊布拉辛的宗教的人,宗教方面谁比他们更优美呢? 真主曾把伊布拉辛当作至焦,天地万物只是真主的,真主是周知万物的。 他们请求你解释关于女子的律恋,你说,真主将为你们解释关于他们的律恋。 此经中,常对你们宣读的名文中,有若干律恋,有关于你们既不愿交付其所得的遗产,又不愿取以为妻的姑女的。 有关于被人欺负的儿童的,有教你们公平的照管孤儿的,无论你们所行的是什么善事,真主却是全知的。 如有妇女恐遭丈夫的鄙气或疏远,那么他俩的和解是无罪的,和解是更善的,人性是贪婪所支配的。 如果你们行善且敬畏,那么真主却是撤知你们的行为的,即使你们贪爱公平,你们也绝不能公平的对待纵亲,但你们不要完全天相所爱的,而是被疏远的如玄空中。 如果你们加以和解,并且防备虐待,那么真主却是制设的是字词的。 如果他们俩离婚,那么真主将借红恩,而使他俩不相求。 真主是宏大的,是智瑞的,天地万物只是真主的。 我这一嘱咐,在你们之间曾受天经的人,也嘱咐你们说,你们当敬畏真主。 如果你们孤恩,那么你们须知天地万物只是真主的,真主是无求的,是可送的。 天地万物只是真主的,真主足为监护者。 如果真主抑郁,他就毁灭你们这些人,而以别的民众代替你们。 真主对于这件事是全能的。 谁预想今世的报酬,你就告诉谁。 真主那里有今世和后世的报酬,真主是全聪的,是全民的。 信道的人们啊,你们当维护公道,当为主道而作证。 既是不利于你们自身和父母的至亲。 无论被证的人是富有的,还是平群的,你们当秉公作证。 真主是罪益于关键富翁和平民的,你们不要顺从私欲,以至偏私。 如果你们歪曲事实或拒绝作证,那么真主却是撤知你们的行为的。 信道的人们啊,你们当确信真主和实者,以及他所降世给实者的经典,和他以前所降世的经典。 谁不信真主,天神,经典,实者,末日,谁却以身陷迷雾了。 先信道,后叛道,再信道,再叛道,而叛逆日,真的人。 真主不会说有他们,也不会指引他们任何道路。 你通知违信者,他们将受痛苦的刑罚,他们是信道者,而以不信道者为盟友。 他们想在不信道者面前求的权势吗? 其实一切的权势,全是真主的。 他却也在这个点中,指示你们说,当你们听见真主的迹象被人否认,而加以嘲笑的时候,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作,直到他们谈论别的话。 否则,你们必定与他们同罪,真主必定把违信者和不信道者全体集合在火域里。 他们是期待你们遭遇灾难的,如果你们获得从真主发出的胜利,他们就说,难道我没有和你们共同作战吗? 如果不信道者,信而战胜,他们就说,难道我们没有战胜你们,而且使你们得免于信道者的征服吗? 故复活日,真主将替你们判决。 真主绝不让不信道者对信道的人有任何途径。 违信者的确想欺瞒真主。 他将以他们的欺骗回报他们,当他们站起来去礼拜的时候,他们懒泱泱地起来。 他们顾名雕欲,他们只稍稍纪念真主。 他们动摇于信与不信之间。 既不归这等人,又不归那等人,真主使谁迷雾,你绝不能替谁发现一条归正的道路。 信道的人们啊,你们不要舍信道者,而以不信道者为盟友。 你们欲为真主而立一个,不利于你们的名正吗? 违信者必坠入火域的最下层,你绝不能为他们发现任何援助者。 违毁罪自欣,信托真主,且为真主而填尘奋教的人,是与信士们同等的。 真主将以重大的报酬赏赐信士们。 如果你们感恩,而且信道,真主何必惩罚你们呢? 真主是博士的,全知的。 真主不惜爱任何人宣扬恶事,除非他是被冤枉的。 真主是全从的,是全知的。 如果你们公开行善,或秘密行善,或饶恕罪行,这对于你们是更相宜的。 因为真主却是智术的,却是全能的。 有些人不信真主和纵使者,有些人欲锋离真主和纵使者,有些人说,我们却信一部分使者,而不信另一部分。 他们欲在幸福之间采取一条道路,这的人却是不信道的。 我以为不信道的人预备了凌辱的审法。 却信真主和纵使者,而不歧视任何使者的人,他将以他们应得的报酬赏赐他们,真主是智赦的,是智赐的。 兴奋天机的人请求,你从天上降时一步叮点。 他们却也向摩萨请求过比这更重大的事,他们说,你使我们亲眼看见真主吧。 积累为他们的不义而袭击他们,在许多名阵降临他们之后,他们又认读为神。 但我已饶恕这事。 我曾赏赐勿杀一个明显的证据。 我与他缔约,我把山高损在他们的上面。 我曾对他们说,你们应当鞠躬而进城门。 我又对他们说,你们在安息日不要超越法度。 我曾与他们缔结过一个严重的蒙约。 我刺绝他们,因为他们破坏蒙约不信真主的迹象,妄杀众先知。 并且说,我们的心是受蒙蔽的。 不然,真主为他们不信道而封闭了他们的心。 故他们除少数人外,都不信道。 又因为他们不信而封闭,并且对玛丽恩捏造一个重大的诽谤。 又因为他们说,我们却与杀死玛丽恩之子买心和封闭的使者。 他们没有杀死他,也没有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 但他们不明白这件事的真相。 被尔赛尔争论的人,对于他的被杀害却是在迷惑之中。 他们对于这件事毫无知识。 不过根据猜想罢了,他们没能确实地杀死他。 不然,真主已把他伸到自己那里,真主是万能的,是炙锐的。 兴奋天津的人,在他为死之前,没有一个不信仰他的。 在复活日,他要坐镇他们,他禁止犹太教徒享受原来总许他们享受的许多加美食物,因为他们多行不义。 常常阻止人踪寻正道,且伪敬而取利息,并借诈述而亲同别人的财产。 我以为他们中不信道的人预备了痛苦的刑罚,但他们中学闻冤博,确信正道的,确信降世给你的经典和在你之前所降世的经典和谨守拜公,玩纳,天课和确信真主于末日的人。 这等人,我将赏赏他们重大的报酬。 我却以启示你,犹如我启示奴哈和在他之后的纵先知一样,也犹如我启示伊布拉辛,伊斯玛,伊斯哈克,伊尔顾巴克之派,以及尔萨安尤布,尤鲁斯,哈龙,斯莱曼一样。 我以赞普尔赏赞达悟德,我却以派遣许多使者,他们中有我以前告诉你的,也有我未告诉你的。 真主从与谋撒对话。 我曾派遣许多使者,报喜信,传警告,以免派遣使者之后,世人对真主有任何托词,真主是万能的,是智锐的。 但真主作证,他所降噬你的经典是真实的。 他降噬此今时,自知其内容。 众天神也同样作证,真主足为见证。 自己不信道,而且阻止别人宗雄主道者,却已深入迷雾了。 不信正道,并且多行不义的人,真主不至于奢佑他们,也不至于指引他们任何道路。 除非是火域的道路,他们将永聚其中,这是对真主是容易的。 众人啊,使者却已昭示你们,从你们的主仗式的真理,故你们当确信他,这对于你们是更有益的。 如果你们不信道,那么真主是不需求你们的,因为天地万物却是真主的,真主是全知的,是智锐的。 兴奋天经的人啊,你们对于自己的宗教不要过分,对于真主不要说无礼的话。 买心和儿子,买得眼之子,只是真主的使者,只是教授买得眼的一句话,只是从他发出的精神,故你们当确信真主和他的纵使者。 你们不要说三位,你们当停举谬说,这对于你们是更有益的。 真主是独一的主宰,担送真主超绝万物,他绝无子童,天地万物只是他的。 真主足为见证,买心和儿绝不拒绝做真主的奴仆,门主捐顾的众天神,也绝不拒绝做真主的奴仆。 凡拒绝崇拜真主,而且妄自宗大的人,他要把他们全体集合在他那里,至于信道而且行善的人。 他要使他们享受完全的报酬,而且把他的恩赐加赐于他们。 至于拒绝为谱,并且妄自宗大者,他要以痛苦的刑罚惩治他们,除真主外。 众人啊,从你们的主派遣来的明镇,却已来临你们,我已将是你们一种显著的光明。 至于确信真主,而且坚持天经的人,我将使他们入在从他发出的慈恩和恩惠中,并只是他们向主的正路。 他们请你解释绿列,你说,真主为你们解释关于孤独人的绿列。 如果一个男人死了,他没有儿女,只有一个姐姐和妹妹,那么他得遗产的二分之一。 如果他没有儿女,如果他没有儿女,那他就继承他。 如果他的继承人是两个姐姐和妹妹,那么他们俩得遗产的三分之二。 如果继承人是几个兄弟姐妹,那么一个男人得两个女子的分子。 真主为你们缠名略烈,一面你们迷雾,真主是全知万物的。 伟大的阿拉,句实的语言。